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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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开啊 爹 谋死了 打不开 爹兄们 给我杀 杀 爹 门 孙大冲 马荣有今天全是你给逼的 说吧 你想怎么死也今儿成全你 好啊 你要真能在三刀之内把我这条老命拿去 也算你出途了 三刀不一定看死人 还是用你们孙家的佛纸标咋样 好 用孙家标局的佛纸标 灭掉孙家标局的掌门人 这主意不赖啊 想个爷们儿 来吧 我让你散标 爹 你不能 你不能啊 你不能啊 李彪有些力道 再来 师父 师父 爹 师父 师父 马荣 我杀了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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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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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老前面上门 爹 你们早来了 都保重啊 一路顺风 老虎大哥 替我向少爷问好 就放心吧 一定带到 那就给我留着啊 下午了还得喝呢 好 明年这时候咱们再见一下 王老板 你可不够意思啊 咋了 我给你找的媳妇 你连胖都不胖 这不是服了我的美意吗 你的美意我心领了 心里面景佳人 没他心思 王老板 你明年还来吗 来啊 当然来了 咋的 不愿见我 那的话欢迎致志 一定要来啊 一定 好 再会 告辞 多包装 李长官 请留步啊 一路顺风 保重 走了 告辞了 李长官 好好好 一路顺风啊 快点 李长官 下次来啊 给我跳个漂亮的 一定一定 一路顺风 走了 你 快点 我别急了 喝药有啥用啊 哥 你劝劝爹吧 他不喝 爹 程彪 韩老先生 咋说的 那彪上 涂的啥毒啊 韩老先生说 这种毒 他也没见过 一时半会儿查不清楚 不过爹 他说呀 这药就是解毒的 喝了就好了 麻荣 狗毒的 爹 都怨我 闺女 以前 爹 爹对你太狠了 你别记恨爹啊 爹 是我对不住您 爹 是我太不听话了 爹 以后啊 跟着这场 好好过日子 把孩子啊 带好 别叫他们 西窝了 江湖 险恶啊 爹 爹 咱不说这些了 把药喝了就好了 爹 爹 程彪 我走到头了 以后 这个家 就靠你了 不 爹 我当不起这个家 你得好好活着呀 爹 爹 爹 我死了以后 不能 发霾啊 得停上三年 不能 让江湖上知道 要不 那些杆子 不服你 是你 不好做呀 爹 咱们不说这些了 把药喝了 爹 你得好好活着呀爹 是啊爹 把你三叔 救了呀 三叔 去呀 爹 威蝶 爹 爹 承贤 嫂子 承贤 咋了 去看看伊隆吧 三师兄 他咋了 他快不行了 三师兄 师妹 师妹 我没照顾好你们 对不住你们 三师兄 你别这么说 说我对不住你们 雨昌 我是见不老了 苏贼 和孩子 就都拜托你了 别哭了 别哭了啊 你再给我唱一唱 你经常给我唱的 那个曲子 拍照 拿来 马里头 爱爱爱爱爱 你听吧 不要 不要 我怎么回事 三叔 老三 老三 三叔 哥 哥 哥老三 来了 我不行了 哥 你不能这么说 不能啊 我死了以后 你就是 是你的长官 把你那一只 活气大 你得 帮 帮忙 帮帮他 好 好 好 我爱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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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有交代 要停关三年 爹的死讯 绝不能传出去 大家回去都把校服脱了吧 大叔 你也忙活了这些日子 该回县城照顾生意了 爹 爹 老公叔来了 咋了 你看这骆驼 咋的了 这只蹲半天 它怎么起不来了 起不来了 这畜生揣子了 要下子了 那可不 这事啊 麻烦了 你得去问你们东家 这可咋办呢 干啥呢你们 东家 你快来看着吧 王老板 你得拿个主意 是要骆驼 还是要祸 啥意思 这 他要下伞了 怀伞了 这下伙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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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咋能带头 揣宰的骆驼走库轮呢 不是 这刘掌柜出去买的骆驼 我也不知道啊 王老板 要我说吧 先保骆驼吧 把货扔了 你想啊 要是把骆驼累死了 那货也得扔 不如现在就扔了 还能保住俩骆驼呢 我咋这么倒霉呢 你说 再出来的时候 让我给你挑骆驼 你说这要把货扔了 那一坨子货 要是运回张家口 能挣多少钱呢 东家 咱就别想那么多了 等下次出来的时候 多带几头骆驼 把他转回来不就行了吗 巴特家离这儿有多远呢 是在那边吧 那还远着呢 怎么着 你还想想来的时候呢 跟他借辆车呀 那还远着呢 不要 不要 ro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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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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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知道 没怪的 睡吧 咋了 我 我有些不习惯了 这有啥不习惯的 我才走了几个月 你就不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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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最长 我想跟你说点事 啥事 我想 让孝武上学 就这事 这不好事吗 你有啥不能说的 你 你可真行你 咋了 你不是说念书十字 没啥用手吗 想明白了 还不信人改主意啊 我早就想好了 淳和兄他们家有私塾 回头把那小子送那儿念书去 真的 那有假 我的生意还指望 这小子帮我越做越大呢 不念书十字能行吗 瑞昌 好了 好了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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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早的 我以为你干嘛去了 这功夫扔了这么多年 早就突然练起来了 我 我要是功夫再好点 也不会被马戎 不 那个马贼 把翼龙给抓走 我和我子个儿 这哪能怨你呢 怨我 都怨我 好好地嫁给毁成这样 都怪我当年下了眼 瑞昌 我对不起你 行了 人这么烂骨子的事 别提了 别练了 做点饭吃 吃了饭我进城后 找三叔算算账 然后咱就回张家口 不 我不想回去 那个家 我一天也不想待了 我知道 翼龙的死 对你还有苏贞的打击 都挺大的 那个房子也旧了点 没事 我会张家口再想想办法 啊 等他密闹 快拿点吃的去 你等着 翼龙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 我想听听你是咋想的 我生是翼龙的人 四是翼龙德国 我还有细宝呢 后半辈子 就我们俩过了 你要这么定啊 我心里就明白了 就不再为你张了 哎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你们娘俩以后的日子 我就绝不能让你们受委屈啊 不 我不能再拖累你了 这咋是拖累啊 你想想 翼龙是为了我们 他才伤得你 大哥 你的心已无灵了 可我不能躺在你们孙家吃闲饭呢 没说让你吃闲城的 你可以管管家 收拾收拾院子 做做饭 管家有嫂子呢 我不能住在这儿了 我不能住在这儿了 这儿到处都有一笼的影子 我守不留 妈咪 我带着细宝为娘家住上一段日子 以后再说吧 快点 不 快点 快点 你 我 没有 娘 娘 你干嘛呢 娘 你咋啦 娘 你怎么了 三叔 三叔 瑞昌 哥 来了 辛苦辛苦辛苦 你可回来了 这趟初级小半年了吧 长家口的事一归着完 我就急着回来了 也没在家多住几天 昨天回去的 陈棍 快快快 快给瑞昌倒茶呀 叔 我进的皮子 已经送进皮坊了 张师傅看见那些高皮子 甭提多高兴了 叔 你看 这都是咱那些药材换来的 那边特别认这个 瑞昌 这些钱 是你拼了命赚来的 这个我可不能要 爹 咋的 三叔 咱是一家人的买卖 那收购支不都得过你的手啊 我说的是啊 咱们雨县买卖小 好 张家口那边买卖大 你把这些钱留在张家口 省得以后来回捣腾不是啊 要不这么着吧 先搁你这儿 等开手我用钱了 我过来取汤就得了嘛 这就是爹 那也行 我先帮你收着 爹 让我收着 倒茶去啊 哥 兄弟 你还给我带东西 顾仁那边 除了俄罗斯点玩意儿 没啥稀罕的 就给你烧了个酒壶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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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呀 就喜欢这玩意儿 哎 雨昌 来 喝茶 喝茶 不了 不了 我得走了 哎 雨昌 雨昌 哎 哎 等会儿 哎 哎 到哥家喝了点东西去 啊 不了 我着急回去 行了 咱哥俩的小半年没见面了 哥呀 有好多话跟你唠呢 走啊 那我得给嫂子孩子买点啥 买啥呀 走吧 他打我 哎呦 咋的啦 啊 他打我 他打你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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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骚伙啊 怎么回事 怎么又惹他哭了 啊 他剪我头发 他剪你头发就剪嘛 也不能把你剪成兔子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我上辈子欠你的 给我把嘴边上 敢哭就揍你 把袋拌洗了 快点 哎呦 来来来来 来那看看啊 哎呦 那他打你了 你就不会打他呀 他下次再打你的时候 你就挠他 啊 记住了啊 哎呦 来来来 娘亲一个 哦 给娘抱抱啊 咱们结婚是好吃的 哎呦 乖哦 娘的宝贝 哎呦 哎呦 律长 快进来快进来 哎呀 你看过这破院子 这不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 都怪我爹不给我钱 没办法 我这儿啊 可不能跟你那张家口的大院子比 这话说的 我那个房子是租的 我啥时候要趁你这么个院子 那不得没死我呀 这院子算个啥呀 我爹那么气住你 那皮行早晚还不都是你的 啊 到时候你想买啥样的院子没有啊 哥 那皮行要传也得传给你啊 哪能轮到我呀 哎 行了行了 咱不说这个了 哎 老婆 出来 出来啊 你看谁来了 干事呢 别指望我给你做饭 你看谁来了 哎呦 这不是日常兄弟吗 嫂子 哎 你不是去库轮了吗 下周回来的 有几天了 哈哈哈 嫂子 来的 来的葱吗 嘿 你看你啊 来就来 还带着礼 两块布 坐着衣裳 哎呀 自己人吧 还这么客套 走吧咱进去吧 进屋吧 进屋 来 进屋 进屋啊 哎呀 哎呀 来 叫姑父 姑父好 哎呀 这孩子长这么大了 哎呀 哎呀 这么重了啊 哎呀 姑父给你带来好吃的了 谢谢姑父 哈哈哈哈 哎 兄弟 来 进屋坐 进屋 日常 待会咱这儿来口 喝一点 哎呀 新华啊 啊 尝个鸡子 再去买块豆腐啊 这新华都长这么高了 啊 能不高吗 那饭啊都让他吃了 日常叔 新华 叔给你买条围巾 哎呀 叔弟啊 你可真是有心人啊 连他都想到了 哈哈 谢谢姑父 谢谢日常叔 不谢 嗯 拿着吧 啊 来来来兄弟 进屋进屋 来 进屋坐啊 快点啊 快点 多吃点菜 多吃点啊 哎呀 自己回自己来 来来来 干一个 好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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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 库伦那边遍地是金子 是是是真的吗 听谁说的 哪有的事 可是 我听说 有很多唱戏的 那些个山西的买卖人 都惦记得提一家乡戏啊 不少唱 北路包子的 我也不知道 我到了那儿吧 光忙着进货了 哪有功夫出去赚的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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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来 娘 没酒了 出去添点酒 真快呀 杏花长成大闺女了 多吃点菜啊 哎 别让杏花忙活了吧 一块吃吧 杏花 别喊他 吃啥吃 都去成那样了 怎么唱戏啊 这么多年了 我都白养活他了 没唱出来 把我十三小的脸啊 都给丢尽了 来 吃菜 其实要是能给杏花找个戏班子 他肯定行 杏花 来 给爹道上 道上 道上 哎呦 才喝点辣汤子 这没大没小的 谁说我不 我们杏花唱不来啊 我这不是疼 疼杏花吗 是不是 哥 来来 来干一个 瑞查 有件事 我得问问你 啥事啊 哥 那个我听说 我爹 要把那个 皮行转给你 是真的吗 听谁说的呀 哪有个事 我爹说的呀 我爹说过不止一次吧 一跟我傲气 他就这么说 还说到时候 一块钱都不留给我 哥 那是三叔说的气话 你还真当真的 我爹真没跟你说过什么 没有 那我给你放心了 那什么 日常兄弟 咱哥俩再干一杯 把话先说完 我不是说完了吗 兄弟 要是老爷子 他提起这差 你咋说 那我能咋说呀 这皮行本来就不是我的 我还能跟我哥去争啊 你说话算数了 算数 当然算数了 我就是说了 我没办法看错啊 兄弟 快快快 敬兄弟 赶紧 我不想喝你非让我喝 我想喝你又不让我喝 不喝了 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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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停一下 人兄啊 你这干嘛呢 原先租的那套房子 城下不想住 这不 我想再找一套 你是看房子是吧 你忙吧 别别别 我这正好空了一套房子 你去看看 看你们一家人够不够住 不用不用 我再租一套就行了 别别别 我那房子 打我姐姐出嫁以后 一直空的 就 就前面一拐弯就到了 我租到小的就行了 不用不用 你看看 到时候你把那个 漏雨的什么的 你都给我石头石头啊 老陈 走 任兄 好嘞 儿子 到那儿好好念书啊 娘 我也要念书 哪有丫头念书的 小婉 一边玩去啊 不嘛 不嘛 我就要念书 就要念书 娘 你就让妹妹去吧 小婉 又不听了 爹 娘 不让我念书 我也要念书 你也要念书啊 来 来 有闺女 来 你告诉爹 你为啥要念书啊 女孩子也念书呢 那人家是高门大户 咱这小门小户的 咱能跟人家比啊 快走吧 那大户人家不也是小户人家发起来的 对不对 快去吧 等咱有了钱 咱值班一套比这还大的房子 快走快走 咱就不租了 好不好笑 嗯 嗯 还高出平天下 亲爱情 亲吾 亲吵了 到朝天 亲吵了 亲吵了 四四八八七 是亲亲们 最要见的 就是那个废弓 哎嗨客 哎嗨呼一个女儿 最矮乾的就是那个 废物哎嗨克 当天府多爱 北湖雨的山 即使你朝下一閃閃 要接一接就穿惡河路 宋天子北湖在那井上 愛海談 愛海海海一個月 宋天子北湖在那井上 愛海海談 當天好多愛 北湖雨的山 即使你朝下一閃閃 愛海談 要接一接就穿惡河路 宋天子北湖在那井上 愛海談 小婉兒 西寶 姑姑好 莎莎來的 陳霞 嫂子 你咋來了 我和西寶貝 張家口了 是嗎 我到老房子找了你們好多次 都是你們家了 你這個房子可真太好了 這是瑞昌啊 從庫樓回來以後租的房子 快走走走 進屋說啊 咱好好聊 小婉兒啊 去把門插上 走 嫂子 這次等來太好了 嫂子 你啥時候來的 住哪兒啊 我那不是帶著西寶回娘家了嗎 到娘家住了些日子 抗上熱乎 坐抗上 正好啊 我一個沒出五福的書白舅舅也回村 以前我聽說她是在張家口做生意 我現在才知道啊 她是給一個洋人的洋行 當什麼二掌櫃的 她看我們娘倆可憐 正好他們東家想找個老媽子 這就把我帶張家口了 跟他們東家一說 人家還真把我留下來了 啥 洋人呢 聽我舅舅說 是啥 嬰沙嵐的 反正就是挺遠的 要想回趟家 得坐車還得坐船 那 嫂子 那 你是給洋人當老媽子啊 說是老媽子 其實活兒不多 就是看看孩子 洋人可講究了 看孩子的 不幹別的 說是怕感染 就是怕得病 我琢磨著 這事不地道 那咱是中國人 跟洋人又不是一個種 那能行嗎 去前我這心裡頭也不踏實 心說 那洋人咱可伺候不了啊 對呀 可住了些日子啊 我發覺這洋人也挺好的 每次見了我呢 都點頭 他老婆 哦 他們讓我叫他夫人 那人也挺好的 有的時候那孩子鬧 他不罵我 反倒說那孩子 那他們說話 你聽得懂嗎 我哪聽得懂啊 他們家還雇了一個通事 就是把那個外國話說成中國話 再把中國話說成外國話 哎呀 他多别扭啊 嫂子 要我說啊 你還是回來吧 家裡的日子 雖說過得緊吧 可咋也不缺你們娘倆這口飯吃啊 不 我不拖累你們 你看啊 我憑著自己這身力氣 不靠別人 不是也能這口飯吃嗎 那喜寶呢 她一個人多孤單啊 她就天天陪著我唄 有的時候我上毛子 她就幫我看看孩子 喜寶可聰明了 她才來了幾天呢 那洋話都已經學了好多句了 有的時候夫人跟我說話 還是她當我通事呢 這孩子叫什麼名字 叫孝武 王叔 這誰唱的 我們叫少爺啊 少爺唱的 他唱這個 你還跟他結拜兄弟 連這你都不知道啊 平常各忙各的 還真沒聽說她會唱這個 像什麼領子黑啊 金藍紅啊等等 她都上臺演過 是嗎 那兩人有機會 我也過去看看去 好好好 別打了 您去忙去吧 好好 那您就坐著談話啊 好 告訴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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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伸得好吧 我伺去杀 梅沧 你那事 举掌他 他还不知道呢 我是整天用不条子缠着 黑街睡觉也不敢摘下了 可是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 我是真不知道该咋办 这个爱情到的马胸 死了一点从你 我一直用擀面杖杆 用石头压 还吃了好些打胎药 这不 刚才出去挑了一袋水 想把它累下来 可是 要不 要不跟瑞昌之说了吧 我是想跟他说 可好几次话到嘴边 我 这种话我咋能说得住口啊 这日子上差两三个月 我真怕有一天瞒不住 嫂子 你说我整个 到时候咱就说是走产 男人对这份心粗 好护弄 这能行吗 实在不行 到时就实话实说呗 咱们做女人的命 真苦啊 有时候我就想 我真想死了算了 真不想活呢 可是一瞅见这俩孩子 我真心 妹子 妹子 你可别这么想啊 好似她的耐活着 一路跟走那活啊 我有好几次都把绳子 拴到脸上 再看看西宝 我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 咱们为了孩子 也好好活下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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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呦 别好贤弟 我说你唱得还真不赖啊 哎 我这是瞎胡闹腾 从小啊 家父酷爱北路帮子 我那打小就耳濡目染 也学他一两曲 没事 得了吧 我听王叔都说了 你跟好些个明哲都一块登过台唱过戏呢 这个王叔多嘴 哈哈哈哈 叫拜拜 拜拜 叫我来了 哎 叫我的事要你操心了 哎 后代之事关乎未来 理所应该 来来 来 跟我走 哈哈 啊 哈哈 哈哈 我是谁哦 爹 哎 嘿嘿嘿 哎呀 是啥好东西了 啊 给你一个 嗯 真香 吃吧 回来了 小谷咋样啊 离开娘行不 那有啥不行的 那么大个人了 要说你呀 你真怪 人家都喜欢小子 你却喜欢丫头 哼 丫头咋了 丫头多好啊 丫头知道疼爹 是不是小玩 快吃饭吧 你倒是不疼闺女了 我这带着小五一走 就给闺女买这么好吃的 这不是娘买的 是素贞镜子买的 啥 素贞来了 嗯 她咋样了 我有镇子没见过 她说 给洋人当老妈子 啥 洋人 嗯 说是从啥鹰 鹰啥兰来的 我也没记住 鹰鹅兰 对 张家口啊 有好多英格兰人 开的商号 诶 是哪家啊 呃 不是开商号的 是个郎中 哦 杨郎中 爹 您坐下 吃饭 要说素贞哪 真是要强 当初哥跟他说 让他们留在镖局 他不肯 我跟他说 让他们住这 他还是不肯 嗨 嗨 他这个人哪 你又不是不知道 啥事都不愿意求人 你还记得不 一龙活着的时候 嗨 当初也就是一句玩笑话 那会儿说是 让咱俩孩子 成花花亲 你还记得这事不 哦 对 你啥意思 我琢磨着 要是把这门亲事 给定了 那咱不就成亲家了吗 那咱往后帮衬着人家 不也就理所当然了吗 这素贞哪 姑儿寡母的也不容易 行 你是当爹的 你做主 那行 就这么定了 别吃起来那么多呢 比你高 月昌 我们家西宝配不上 这话说的 啥叫配上配不上的 那我还觉得 我们家闺女长得丑呢 我知道 你们是可怜我们女儿了 你的恩德 我是 什么小子 你看 这是好事吗 不是 你把这事硬撑下来 那我们得感激你呢 这让我们 这凭空捡了个大儿子 是不是 就是就是 七八 七八 过来 姑父 啥姑父啊 叫爹 您不是我姑父吗 七八 打今儿起啊 我就是你爹 快给爹磕个头 叫啊 爹 小婉 这是你娘 来 也给你娘磕个头 娘 领着你媳妇去玩的吧 娘 来 zie 那 那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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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你是不是要死了 我不想让你要死 不许胡说 娘子给你生个小弟 没事 咋样了 季生婆说胎胃不胀 难产 啥 那程雅没事吧 没事的 快快快 快让开让开 让我进去看看 不行 你是男人 凑什么热闹 那程雅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 我咋办呢 没事 别着急啊 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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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 程雅 苏珊 男的女的 行了 行了 别喊了 是男的 男的 你别急 别急 这叫什么呀 挺好的 就是孩子有点重 他养不活 啥 你想啊 早产了三个月的孩子 这身体能壮吗 万一要是有个好歹 你也别太难受了 你这话说的 那 那孩子得想法子救我 这 这 这我得去想的狼烊 这会还用不着呢 你让我进去看看 行了行了 程雅 你别进去 等着啊 程雅 妹子 我试着 跟郁昌说了 孩子恐怕保不住 他急着要找狼烛 这个咋办哪 程雅 咋样呢 还好吧 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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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那孩子呢 怎么没听起来哭啊 正正救着呢 孩子到底是留还是不留 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doctrine雅 从根篮当下 二 嗯 CDs 闻 快吃点 来 嫂子 嫂子 让孩子给我 让孩子给我 日差 对 妈 爹 妈 太 escol了 好 把小组AP 老娘 接着 小婉又有弟弟了 我也弟弟了 我也有儿子了 我也弟弟了 乖乖乖乖乖 不哭不哭啊 咱们出去玩啊 小婉帮娘开门 好 出去玩喽 晒晒太阳 娘 你坐下 小婉 你看弟弟长得像你吗 像 小婉 娘 我爹回来了 爹 我娘抱着小弟弟出来了 这没出月子咋就出来了啊 屋里闷得慌 出来透口气 那哪行啊 这会做下病的 赶快进去 没事 你咋老管我呢 我是说 今儿太阳挺好的 你就让我在这儿坐会儿吧 行 我买了点小米和红糖 来 我抱抱 给我 来 给我 习惯了 不跟你继续 是不是啊 锐成 你是个好人 可有时候 我巴不得 你别对我这么好 这话说的 瞅瞅咱这儿子 是不是长得越来越像我了 你看你看 眼睛 小嘴一笑 我看你对小五 也没这么喜欢过 这么大年纪了 我又得一儿子 这叫中年得索 这孩子没足业就生下了 我能不疼她吗 再这儿说了 生下午那会儿 我还在批访当学徒 我回不来 生这闺女 我又没能在你身边 这回啊 我才知道 这女人生孩子有多难 我疼孩子不也就是疼你吗 找她了 给孩子起个名吧 我早想好了 孝心 三个金字落一块那个心字 我是这么想的 咱上老大那会儿 咱爹给起了名叫孝五 咱这老儿子 咱得让他将来有钱 得挣很多很多的钱 那就叫孝心 咋样啊 孝心 孝心 爹的宝贝儿子啊 叫孝心 孝心 这个名字起得好 有才气 三个金字落一块的那个心字 就是啊 叔啊 下会儿抱回来让你瞅瞅 这小子长得又白又胖了 得个儿子看把你喜庆的 叔啊 眼瞅着又该走库轮了 想多办点货 你想办多少 去年咱办的不多 可也没少赚 今年 怎么着也不能少于二十头骆驼吧 行啊 这事儿 你做主 你等着 我给你拿钱去 瑞昌啊 哥 啥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这不今天要走库轮了吗 我找三叔来拿点本钱 哎 就这事儿啊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你下来 下来 咋了叔 你看看 咋成千块儿了 爹 爹 爹 你这个败家玩意儿 你说 大洋哪儿去了 我 我哪知道啊 这钱和钥匙 都你把着 应该问你才是啊 你这个王八蛋 我 叔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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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请郎中全 快去呀 叔 叔 你咋了叔 叔 你咋了叔 叔 你咋了叔 说话呀 我能说啥呀 有啥说啥呗 又没有外人 又没有外人 瑞查 反正你也看见了 我爹现在病成这个样了 这 这皮行他是管不了了 这皮行里头 不是有你的骨子吗 今儿个我们把你叫过来呢 就是想跟你商量一声 这皮行 这 这 你可真是个窩囊肺呀 行了 我听你说吧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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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行 好 以后是不是就归陈哥尔到家了 哥 这皮行是三叔的 我在里边不过是沾了点骨子 现在三叔不能动了 这皮行就应该交到你手里头 这我没意见 我只是担心三叔 他的病 你说还能咋治啊 我们把全已见的郎中都给请来了 吃了那么多的药 花了那么多钱 关键 关键也没见好啊 是啊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那得了把事不随 还能治好的人 那也不能把三叔扔在皮行不管呢 呦 我们可没有不管他 哥 你是个当儿子的 三叔现在病成这样了 这身边不能没有人的 你得过去照顾他 你说这地儿你也看见了 同工就在三间房 你说接过来他咋住啊 是啊 我们爸 本来还想着想买一个大院子 老爷子他死活就不给 不给爷子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是啊 皮行那不是有房子吗 皮行那地方能住人吗 行 我知道了 那我把三叔接到张家口吧 让三叔跟我们住一块 那感情好 如果你真要接过去 那我们就放心了 好 那可不行 不行 他又不是没有儿子 那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还不得抽我们的几两股啊 对吧 明天咱们就搬过去 手前手后的呢 还能笑识像是他老人家 兄弟啊 这事呢 你就别费心了 交给我们 有我们的 那行 哥 既然嫂子都这样说了 那就好了 那就好了 那我就先走了 叔弟啊 走了 我就不送你了啊 不送了啊 别伤输了啊 过来吧 哎 新花 嗯 叔送你那条围巾 你咋不带啊 我娘 没给我 啥 你就一直没带吧 真是不像话 等回头叔再给你买一条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他说接走就接走呗 你干嘛不让他接啊 你啊 你啊 他真是个鱼木哥的 你以为他爱的是好些啊 他也是奔纸皮豪来的 你爹呢 本来就有打算 才把皮豪转给他 啊 要是他没聊口子啊 真接你爹到了张家口啊 在你爹面前啊 为前为后照顾他 再说点好听的 没准就是人家的了 到那时候 你闹也没用 哎 我就不信了 你说我爹他动也动不了 话也不能说 我爹能把皮豪转给他啊 你啊 现在不能动 我不能说 你能保证 就制不好了 哎 现在的张家口啊 可不是咱们的雨线啊 能人多的是啊 还有杨医生 说不定哪天啊 就把你爹给制好了 咱就不用说制好了 只要他能说上几句话 只要那么几句话 随便找几个人 这么一按字句 不就是人家的了吗 老婆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啊 还是你想的周全 老婆 还有啊 这个皮豪啊 他不就是想拿本钱进货吧 对吧 对啊 钱不得给他 可能他就回不来了 这你放心 他一个字也拿不走 你得感谢我给你出的主意吧 要不是我给你出了这个主意啊 你说说 你爹能记得得中风 你爹要是不中风 这个皮豪 它能到你的手里头 哎 老婆 老婆 哎 你可答应我了啊 只要这皮豪移到咱手里头 你立马就把新花赏给我 你可得说话算数啊 不是 咋回事啊你这是啊 这钱还没到手呢 你就开始想这缺带大冒烟的事了 不是 你亲口答应的 你可别说话不算数啊 他们说明日一早他们就搬过来 晚上就让他们照顾你 我会经常来的 叔啊 我知道你不愿让他们来 本来呀 我也想把你接到商家口去 让承家来照顾你 可能我不让 叔啊 我知道 你一直想把皮豪交给我来管 可是我哥在 你说我咋能接过来呀 那要是外人说 那我成啥了 再说我哥那个人呢 你别看他平常啥也不管 那是因为你在 他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往后他当了家呀 他就不会那样了 叔 你放心 我呀还会像以前那样 尽心尽力的 帮着我哥 把咱家里的码拿做好 谁呀 是我 叶长叔 景花 咋回事啊 快进屋说吧 他娘呢 他娘呢 他娘呢敢抓我 你瞅瞅 你瞅着这血 他娘呢 等他回来 回来也非巴了他疲不渴 他娘呢 我早就跟你说过 往后 那种四大天良缺德的事啊 你最好少干 这就是报应 他咋就没把你给抓死呢 你他娘呢跟着起哄是不是啊 啊 惹极了我当心一块把你撵出去 倒着孩子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行吧 啥叫没用啊 啊 我告诉你 爷现在有钱了 在张家口我有货站 还有皮装 爷现在想找啥女人 就这啥女人 你可真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 你忘了 你成了叮叮当当小的时候 不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吗 哼 你现在有钱了 就开始摘花惹草 干那个不正经的事 唉 你就是不为我想 也得为孩子想想 甭他们拿这孩子说事 娘的 哎呦 漂亮啊 小伙儿 那你往后打算咋样 我能上街卖唱 我能讨生活 能养活我自己 但是我不能回去了 我死也不会回去的 可雨线就那么大个地儿 能往后让他们撞见你咋办 我我离开雨线 我我去我去张家口 走到哪儿算哪儿 但是我救救你了 豫章叔 别帮我送回去 让我在这儿住一宿吧 叔儿 叔儿 咋了 叔儿 不 It'sない 哦妈妈 ヽ ビ эп 可不可不可我 哎 哥 你咋这么早就过来了 不是你逼着我 让我赶紧过来的吗 哎 哥 啥事 跟你说点事 啥事啊 今天走库轮的事 就跟你商量商量 这事啊 咱屋里说去 没看见我扛着那么多东西呢 妈 好沉的 哥 我帮你拿上 不用不用 爹 我来伺候你来了 爹 你咋还生我气呢 啊 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那大洋不是我换的 不是我换的 你咋就不信呢 你也不好好想想 整个皮行都是我的 我用得着干那偷偷摸摸那些损事吗 哥 让叔歇着 咱上院里说说走库轮的事去吧 行了 哎 咱呢 就在这说吧 你不找我说呀 我还要找你好好说说呢 我问你 张家口那边的银子啊 还有多少没交上来 剩下的钱不都交给三叔了吗 年轻 你不也跟着分红了吗 这个都是有账可查的 那年后的呢 从过完年到现在 怎么着也有三个月了吧 咋的也得挣个五六百块了吧 你说笑话呢 那钱是刮达风能刮来的 咱从库轮进的货 年钱都卖的差不多了 你要是生意的淡季 那出的多进的少 来钱我核算了一下 咱的批行批房 还有货债 我核算了一下 不到两百块了 两百块 我看不值这两百块吧 你是把我当贼呢 你是不是心里琢磨着 我把这钱给卖下来了 你啥意思 我倒不是把你看成贼 我是说啊 你要走库轮 你可以从张纸口里边拿钱吗 那可不行 那钱是留给各处日常开支用的 你要是把这钱拿出来 置办货了 那开支咋办 再说 年前咱总账分红的时候 不是把本钱都流出来了吗 我这次回来就是取这笔钱的 那咋又 那钱不是没了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咋办呢 今天都混乱不走 叔 喝水啊 别着急 那笔钱到底去哪了 大伙心里都明白 可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咱不能耽误了今年的生意啊 陆畅 你啥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 这笔钱真是我给换了 你现在是皮行掌柜的 你得把算好今年的生意咋做 你要是有钱的话 就把钱拿出来 咱先把货置办 节气不等人 耽误这个点 这一年的生意都白瞎了 你说的这个道理我知道 可 你现在我没钱 你说咋办 那咱今夜到底走不走库轮啊 我不是不想走 不是没钱吗 那你想想法子 出去借点也行啊 这年头谁愿意把钱借给别人啊 你不是在德胜龙 有个结拜兄弟李公子吗 你甭说借 给你点钱 也是应该的 哥 咱出去说去 行行行 啥也别说了 反正啊 我是没钱 要借你自己借去 可 可我不是为了咱们 行行行 正烦着呢 杏花这小糟货啊 跑了 这一宿 也不知道他娘的跑哪儿去了 啥做生意走库轮啊 我没兴趣 呈的 我没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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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乔 我没有遗憾 我没有遗憾 你也有遗憾 叫杏花姐姐 杏花姐姐 走 来 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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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杏花 杏花 这是你沈子 沈子 还能想起来不 咱俩成亲那会儿 她去过咱们家 唱过二人台呢 那会儿啊 她才 哦 那会儿你病着 不知道 这么着 这孩子这些年呢 跟她干娘 一直跟着孙成贵一块过 孙成贵那个人 你也知道 眼瞅的闺女越来越大了 她又起了坏心眼 这孩子没法子 都到三叔那去了 就这么着 孙成贵还到时候找她 老躲着也不是个法子 问她家在哪 她也不知道 就干脆领咱们这儿来 那啥 路上累了吧 赶紧进屋歇着吧 杏花姐姐 我带你去 走吧 走吧 嗯 这儿 我去 你 来